据台湾媒体《中时电子报》11月29日报道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近日对西藏与北京的关系 释出善意表态 他表示西藏不寻求脱离中国独立 但希望有更好的发展 西藏人民并不反对中国 希望和中国在一起 还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 必须着眼未来 只要中国政府同意 他愿立即回到西藏 美国之音报道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24日 在印度加尔各达商会举行的研讨会回答提问 评论西藏与中国的关系时表示 西藏不寻求脱离中国独立 但希望有更好的发展 报道指达赖喇嘛说 中国和西藏虽然有些争斗 但双方关系密切 并称过去的就过去了 我们必须着眼于未来 达赖还澄清 西藏人民并不反对中国 希望和中国在一起 印度新闻信托社报道 达赖喇嘛说 我们不要寻求独立 我们希望跟中国在一起 我们希望更多的发展 达赖喇嘛之前曾表示 他已任命特事无限期代表他参加国际活动或讲话 原因是自己身体越来越疲惫 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西藏研究项目主任罗伯特巴奈特分析 这一举动目的是在中共十九大后向北京发呼讯号 表示达赖越来越愿意考虑复弹 甚至也可能是回应北京所提出的要求 十九大期间 统战部副部长张一炯增说 达赖是披着宗教外衣的政治人物 强烈反对其他国家或政治人物接待达赖 与此同时 上周中国U20足球队与德国依据了部队 在德国比赛时 观众席上有人高据象征藏毒的雪山狮子棋 遭中国队球员强烈抗议 比赛临时中断 中德双方足协达成协议 将剩下的三场友谊赛延到明年举行 德国舆论则多持批判中国态度 官媒《环球时报》对此批评德国媒体 公然将言论自由凌驾于体育精神之上 把这件事扭曲成一场所谓 捍卫言论自由的战斗 这是乱了逻辑的师太 是意识形态偏执狂的表演